好 那麼其他的消息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 就是隨著耶誕節的腳步近了 大家要怎麼樣過節呢 然而現在在南歐的部分地區的民眾 非常的懊惱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冬天 真的天氣太過於極端了 像是在西班牙的北部 竟然連續下了二十天的豪雨 再加上巴拉暴風的侵襲 導致當地有許多的房屋 還有車子都被暴漲的河水給淹沒了 那麼另外在法國也躲不過雨神的肆虐 像是在南部的八月那時 就被暴漲的河水給淹沒了 而在意大利也出現了罕見的水龍捲 罕見水龍捲出現在意大利羅馬附近的海域 就像是天空中冒出一個漏斗形的漩渦喷泉 水龍捲內部最高風速 可能超過每小時兩百公里 仔細聆聽 還能聽到風聲洪洪作響 好在水龍捲不止沒有登陸 還只停留了十五分鐘就消失不見 不過西班牙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再加上連續二十天的暴雨來襲造成潰堤 房屋幾乎被滅定 車輛一一成了泡水車 而市區更是成了水箱 涉水行走 洪水更是快淹沒大腿了 幸運的還能靠充氣救生艇 在城鎮裡穿梭自如 而距離這裡不到五十公里外的 法國八月那市也同樣遭到雨神光顧 河水暴漲 洪水直接涌入市區 就像置身在水都威尼斯 從義大利西班牙再到法國 都接連傳出氣候災情 看來南歐的這個冬天相當不太平 我是新聞 旺家家兵役